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紫棠的環子,請來安奴跟我們談,安奴你好 先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一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我們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恆指暫時升144點,做25799點 國企指數升35點,最新做10440點 大市成交497億多 看看內地股市方面,都是可以向上 滬芯300指數,暫時升23點 升幅大約0.7%,暫時做3228點 上正中指升22點,2655點 先和安奴說說大市 今天市的升幅又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多 雖然騰訊業績之後升了上來 後市,現在騰訊業績的不明欄數叫做消除了 後市有沒有得再向上試一試,2600流上呢 我覺得2600會是一個關鍵阻力位置 至於能不能夠突破,最終都是在消息層面上 怎樣去發展 而當中最重要都是看回中美貿易那一方面 譬如說會不會增加多,好像兩個國家對於這一方面 未來可能在集特匯上面 可能有更多善意的消息,複雜發放出來 這個是一個關鍵因素 其實你看看現下段 兩個元首會談,城市的機會是十分之高 不過只不過已經打定輸數了 現下段都說明應該不會有什麼大替方案會出來 但是如果事件沒有再進一步惡化 也有利時供反彈 而最重要是近期看到美元也開始走弱 人民幣也沒有明顯的貶值勢頭在 走資的憂慮明顯地降低了 所以指數的確有條件在短線方面出現技術反彈 但是能不能夠彈到兩萬六樓上 這一刻還是有所保留 因為現下段市供的表現 都不是說真的十分之樂觀 特別說今天你又見到有些好人細價股 又有些洗倉式下跌的情況在 而且就算說大價股分別 騰訊固然是份業績帶動到股價上升 但是剛剛好像之前做總結的時候都說 騰訊份業績又未至於好到 可以重新去看好這隻股份 其實你是建議策略上面都是逢高減次的 我想你說其實所以後市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板塊股份 真的能夠帶動大市上升 我覺得是困難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近期的經濟數據表現 是好過預期 但是又不是說真的好很多 可能你說相關的受惠的板塊 好像那些固頭、基建等等 是有條件做好一點 但是你又會不會存在一個很大升的空間 我覺得真的機會不大 所以這一刻我都只會建議大家抱個觀望態度 與其你又看它搏去上到二萬六樓上 不如等它真的突破了 才開始去追到尾遲 好啊 過市 還有可能百多點 現在升多了一點 就到兩萬六 看看可不可以突破這個位置 另外剛才也說到有些固頭的數字之前也出了 另外看到一些法改委的新聞發言人 也說到現在批核了的固定投資項目 大約有九個 主要集中在一些交通運輸、能源領域等等 看到今天一些基建股都叫做跑贏回大市 特別是中鐵建 除了剛才這個你好消息之外 就說它中標了幾個項目 這些基建鐵路股的基本因素 或者是它們這個升勢可以維持到多久 下年中國的經濟可能會放緩的情況之下 都預期大陸政府會繼續加大一些基建投資 短線來說 都預料推動基建 都是大體政策的方向上 正如剛才所說就算未來中美貿易情況沒有進一步惡化 只是未來可能美國剩下關稅不再推出 或者之前推出關稅的稅率不會調升 最樂觀現階段都是這樣的情況 要180度改變 看來機會都是不大 對於製造業來說其實仍然會有困局在 現階段最大的扶持作用就是搞基建 推動城鎮化 甚至加大一些鐵路投資等等 這個似乎都是一個大趨勢 亦都見到過去兩個月 即是看9月份、10月份 那個固定資產投資 是有個回升的速度在 而最重要是看我們分細節上面 看房地產顧頭那一方面 其實那個勢頭是非常弱的 到最新10月份都是沒有改變 拉動整體固頭回升就是基建這個項目 你在說一代基數效應 你見到基建固頭之前是做得很厲害 現階段在說 只要發放一些專利債等等 一些地方政府能夠發債的話 那些專項債等等發完之後 其實始終都是要做事的 那些PPP項目等等 未來都會有一個復工過程在 所以他們的業務狀況 是有一個改善情況在 最重要的就是股值會因此而繼續向上收定 其實你不會預計它們會升很多 你說這些位置升多一成左右 我覺得都差不多 但是你看回勢頭上面 例如你看中鐵建有機會破頂的 所以這一刻都是剛剛說 又可以看高左右 但是你說如果去到12元這些位置 我都建議減設 因為論股值 這一刻已經不算是非常便宜 其實整個第三季開始 很多基建股已經在跑進大市 短線來說現在市場氣氛好一點 可以帶動它們再衝高一點 但是你說我相信再升多一成左右 一些獲利回吐沽壓 其實會持續 甚至說內地的流動性這麼緊張 其實是不是發完專項 就是這些工程就沒事 一定不會爛你 我會有少少保留 所以暫時只會建議順著制向上網 如果是買的話 還是買一隻中鐵建會比較穩陣 沒錯 其實你看到近期的三隻基建股 走勢你也看到有一個很大分別 在118六差不多接近破頂了 我想唯一一個分別我自己看 始終都是說負債水平問題 理論整體現財務狀況 你看到118六的財務狀況 是相對地比較穩健 甚至說有機會達到net cash狀況 這方面現階段內地的流動性 那麼緊張的情況下 始終財務狀況優越 是有一個很大的優勝之處 第一方面來未來 就算是說項目困難 你要調配資金會相對比較容易 第二方面就是內地的流動性那麼緊張 其實遲早都是說未來面對著社會融資利率 都是會有一個上升趨勢 只不過這一刻保住經濟 暫時見不到這些因素出現 所以你說高負債股份在這段市況 大家不會看得特別樂觀 而最重要就是基建股 現階段提升股值戒斷 始終你的負債水平偏低 是有利它的股值受調 如果接下來的政策焦點 都是在一些基建項目上面 除了一些基建股之外 一些鋼鐵或水泥股 有值不值得思考呢 其實說說情況是類似相似 我想你說唯一特別之處 就是大家會擔心水泥、鋼鐵這個行業 都是擔心內地會繼續有些政策 打壓它們的價格上面 之前都試過的 說一些消息可能你說在大約接近 八、九月份那些時間 你說你說未來可能考慮要增產 令到水泥價格要跌下去 鋼鐵價格也要跌下去 當時你說這兩個板塊的股價 都出現震盪 可以短線來講調整得很深 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一些特別政策 以現階段的狀況 其實你說說內地未來的基建股頭 你預料有一個回升狀況 整體動工率加回的時候 看來這些資源需求 不會說差距離 但是問題之處就是 最大分別就是 雖然之前講的整體的股頭 是有一個回升趨勢 但是房地產的股頭 之前講的其實是做得很差的 問題就是現在的樓價 例如今天出來的七十大城市 樓價指數上面 雖然仍然是有一個上升趨勢 但是樓價平穩 甚至未來增長放緩 機會是十分之大 其實已經有很多消息 說一些發展商的動工意欲 已經是低了很多 雖然這一刻的動工開工率 同比來說仍然是有一個上升趨勢 整體的開工面積仍然是低 因為始終內房公司不可以不買樓 但是問題就是 似乎增長勢頭放緩是一個大趨勢 所以特別防地產行業對於水泥 鋼鐵的需求 其實預料是會有下降趨勢 所以理論資源板塊 我自己的看法是相當地比較中升 我就建議是不宜兼手 好 大家可以留意中鐵劍 Arnold可以上望十二元 望多一成左右 另外一個板塊 都想和你聊一下 就是一些賭業股 看到今天的賭股 繼續有一個反彈在 銀魚現在升成4% 金沙和永利都升超過2% 有一些大巷出了一個報告 匯豐說他11月 澳門的頭11日的博彩收益 似乎都表現好過上一個月 即是10月 以及去年同期的 但是這個板塊 你一向都是看得比較淡 特別是明年的情況 今次匯豐出這個大巷報告 可以刺激到多少這些賭業股 其實不僅是今次這份大巷報告 你看看近一星期的大巷報告 廣號賭股 普遍看法都不算是十分之負面 因為講很多的講法 譬如你總括焦點講 很多講未來 11月份的博彩收入 不會出現一個斷顏色下跌 不會突然跌很多 其實這是事實 你說得對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 一直都是講最大的問題 應該會在2019年才會出現 所以11月份的博彩收入做得好 我自己覺得這個意義不達 我自己猜你講11月份的博彩收入數據 我都是猜240多億 還有跟大巷的講法一樣 但問題就是 你11月份不出現一個斷顏色下跌 但問題是你每個月慢慢縮緊縮緊的情況下 你去到明年來說 對比同比的數字表現上 你未必說是一個斷顏色下跌 但看乎跌是一個大趨勢 問題是你講現階段這些大巷 猜猜下年的博彩收入 普遍都是猜1-2%的增長速度 是大幅調低了很多的 但問題就是 情況是不是在現階段大巷的預期 就是那個實際狀況 我自己這方面有所保留 我覺得下年博彩收入倒退的機會 仍然是大 不過會有一個變數 就是始終現階段大家都知道 說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由7月份的時候開始 已經在說貴賓車業務增長放緩 貴賓車為何做得差 第一方面內地股市樓市又不好 最重要的是貿易戰方面有負面影響 這些因素很直接衝擊到貴賓車業務上 但現階段剛剛都在說 貿易戰有機會有一個傳記 你跟別人內地股市方面 那麼多舊市政策在 可能貴賓車業務 會不會看得過分地負面 有這個可能性在 所以在這一刻 我就覺得就算我看塔 也不會建議大家去做膽 如果你看到銀魚的走勢 甚至有個突破的跡象在 短線的反彈勢頭 可能會相對比較明顯 但我覺得你彈到50元這些位置 有貨的我都會建議走了 銀魚都是一種比較好炒的一種股份 之前落到3元40元 似乎都是一個底 這幾次都守得挺穩的 都是落多少也落不去 銀魚如果現在不買 但可不可以後退位去回 可能會回一點 42元43元的時候再買去博 始終這類型我自己看得不樂觀的版塊 我都不會建議大家去做反彈 始終在紅市格局上面 紅市不代表股份沒得勝 只不過在短線處於一個技術反彈 你說紅市格局完美 當然如果你說最終中美貿易方面 有個180度大變 有個轉捩點在 可能你說中期調整勢頭 在11月初那段時間見底 不是說完全不可能 但我暫時這一刻不會建議大家抱過這樣的期望 其實你說很多指數 很多股份跟恒指的整體表現一樣 在11月初那段時間 差不多見了一個底部 很多都是形成了一個類似球肩底的形態 你說銀魚座內都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但問題在這些走勢上 其實我覺得不算很有說服力 只是說短線來說有能達 而且說由低位計打彈了不少 這一刻我反而覺得是需要小心 是考慮減知的時候 好啊 問銀魚 就是現在升幅最大的藍籌 排第二就是騰訊 又升了多少少上來 升了第4% 283.4% 又解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700這位朋友都是問的 不過你剛才都說到 分業績不是好到 可以重新看好這股份 但是現在700的部署短線 投機一點的部署可不可以看淡 或者做一些做淡的部署 老實說700份業績 令到我們這些淡漾是真是打臉的 正體現短線不會馬上跌下去 但問題就是 大家看淡包括我們 700最大的問題經常都說 是遊戲業務 而今次份業績 你幾乎都覺得遊戲業務 是沒有甚麼傳記在 只不過說一些廣告 例如網上廣告 微信的商業化 包括小程序的廣告 還有一些社交平台的廣告 就是在這一方面 很多各類型的廣告 的確看到仍然有個進展 其實說騰訊之前很好炒 股王上到400多元 上的位置就是 這些廣告收入又厲害 遊戲業務又強勁 所以導致它的估值不斷提升 現階段說幾樣東西當中 特別是最核心的遊戲業務出市 如果你說這些廣告業務 是支持得到的 其實你的股值也不會再有 很大的向下收調空間 看回騰訊的股價 10年的平均值 再下兩個標準差底 就是說之前近期的低位 接近240元 250元左右這些水平 你說會不會見底回勝 我就不會這樣看 但是問題短線 你有些利好因素出道 有機會夾一夾淡倉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做一些 投機部署做淡的 是可以 不過不會是這些位置 我會建議可能300元這些位置留上 才開始去做淡 現在大行看的目標價 雖然比之前審慎那些 但是也看到345元 有些375元都有的 你自己看 如果它真的彈 可以彈到甚麼位置 其實我這一刻 我對騰訊的看法 我不會參考大行的目標價 或者大行報告上面說的內容 你又不是說完全不值得提 又不能說它們錯了 只不過你現在特別對於高增長類的股份 大家真的需要去猜猜一下 大家是自己心裏面有個屬 我看得不好 我不建議這樣看 就是因為很多大行 其實你看一兩間上面 有些預料一下下年 未來可能說絕地求生 或者說成寶之夜這些遊戲 可以有機會商業化 所以它們覺得今年賺不到錢 就是審批業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最終都會審批 有些這樣的看法 不是說完全沒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這一刻 我不會建議好這樣的期望 尤其是你看到騰訊的業績上面 甚至連自己的公司 都沒甚麼提及過這兩款遊戲上面 他們在短期來說 會在遊戲審批上面 你看到管理層言論 都是比較審失 如果出不到的 遊戲業務放緩是一個大趨勢 所以大行一些的目標等等 就可能會失焦 又不能說是錯 不過自己每個人的看法 可能真的會不通 如果你說真是相信 最終遊戲的審批會復服 其實這一刻是可以考慮買騰訊 但是我不會這麼看 反而我會擔心持續不審批 而最重要是說一些實名制 等等那些理膽因素 很大機會第四季才開始發現人出來 所以這一刻我會建議大家 可能逢高減設 甚至300元這些位置 我會建議走進去 好啊 另外有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鄭先生也在電話旁邊 鄭先生你好 你好 想問經濟顧粉 我本身就是沽了美國道指和納指 是 連跌了四天 我想問一下短期 就怎樣看呢 後市 是 好 已經 已經做了一些體淡的部署 後市都是看著G20 G20如果真的有什麼大小小的一個轉機 在這裏 道指和納指會否有反彈呢 其實印象你都說了一步 如果你這一刻都還握住的話 我會開始擔心短線人會劇淡創 但是問題就是 你特別看回道指那方面 那些成分 好像蘋果 高城等等 下跌動力是非常之強 是 所以這一刻繼續拿著獲利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特別說 其實昨晚來講 連續 道指看回下跌勢頭 說真的十分之明顯 我覺得現階段來講 你就是看道指能不能夠 守得住兩晚五樓下這些位置 如果穿賣的話 你真的不排除會繼續向下市低位 因為其實如果由高位計 整體調整的幅度 不算是十分之誇張 而以目前的氣氛上面 是有條件由高位計 起碼調整一兩成左右 有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因為現階段都說 調整洗頭大家都知道是很明顯 有沒有機會帶入熊市 不是說完全無可 特別你見到資金的避險情緒 是特別高漲的 你看回美國的十年期的國債息率 就算昨天公佈出來的CPI數據是強 但是十年期的國債息率都是跌下去 反映著什麼 就是避險情緒仍然是高漲 再來說道指納指 我想後事來講 有機會向下市低位 有些淡倉 如果有失力 繼續炸資 為什麼都沒有問題 會不會真的看著兩萬五 或者是現在可不可以走了那些貨 賺了錢先 先代一代 去到兩萬五 再去重新 可能長遠一點 做一個提供 其實你說道指都是你的位置 短期來講 八零三百點左右 是有機會的 但是你說再上兩萬六樓上 我想機會真的不是太大 始終道指成分股上面 我覺得近期那麼多 最主要的高盛 有那麼多負面消息 短線真的還有機會估多 因為始終我覺得油價短期 應該會彈到哪 你說當油價仍然再繼續跌下去 又多些板塊 包括能源股 再跌下去 所以我自己看美股 其實是在這些位置 繼續拿著淡倉 應該沒問題 鄭先生可以參考Ano的意見 也繼續盯緊美股的表現 另外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在旁邊黃先生 黃先生 你好 是 志同 你好 你好 我剛才說的貧訊 以及問了1093 貧訊本身四百四十多元買了 四百元留上止蝕了 現在是否沒有留 剛才聽你這麼說 是否再有機會穿二百五十一元 留下的這些跡位 以及1093 未有過甚麼位置 上網和止蝕多少 先說騰訊 止蝕了 四百元止蝕 都算是厲害 不用輸太多的時候 還有沒有機會再穿二百五十元 剛才都說這些位置 立即是做探見而已 始終業績上有些短炒因素 包括他們的微信的小程序 這方面是短線來講 有些利好因素說得出來 之前這半年來 差不多 沒有甚麼特別的因素 可以刺激回到這股份 就算你還未出業績前 大家說小程序賺錢 都沒有人相信 但是這次數字出來 盈利能力真的好過市場預期 所以短線有機會 但是有沒有機會落到二百五十元 剛剛都說落到兩個標準差 不是無可能 特別是你看近期的消息都在說 那些青少年玩王者榮耀的整體數目 都大幅減少了不少 這次在業績上看 手遊的整體表現是不差的 但只是受惠電腦轉手遊的因素在那裡 DAU 遲早都會跌下來 所以你在說後市試回二百五十元 我覺得有機會大 但是真的去做淡 我建議起碼讓它夾到三百元 這些屁事才開始去考慮 不是做淡了 二百五十元 它想買回 其實落到二百五十元才算 因為你說如果到二百五十元 你見到消息層面還是惡化 之前都說有些風險因素 說一些網絡廣告 如果網絡廣告真的受到宏觀經濟因素 影響都轉差的話 你估值還有大幅向下收調的階段 所以說真的去買 我覺得一天情況未好轉前 我不會建議這樣做 你說今次份業績的確只是好過市場預期 但是又不覺得公司的盈利增長能力 是說十分之樂觀的 嗯 好啊 到它真的落到二百五十元 黃先生可能可以再打電話上來 另外看中了四十零九三 就是石藥 但是今天有跌四 差不多百分之四下來 十七零四現在 那些藥股 之前都經常說一些高股值的股份 都是被人沽下去的 那些藥股也不例外 今天也有些新聞 就是大陸希望降低群眾的藥費負擔 那些藥股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又再跌多一點 石藥或者那些醫藥板塊 現在想鬧底 是否建議 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在說貼日最大的問題 就是一個字貴的 無論是那些藥貴 股值貴等等 都是一個問題 千萬不要想著 股價由很高位水平跌了下來 跌了差不多接近三四成左右 就覺得開始便宜去買 因為那間其實現階段看股份 現在大多數都看十年的平均值 而最重要的是石藥 孖七的類型股份 其實你如果用十年平均值計算 不要說低於平均值 甚至是十年平均值高一個標準差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狀況 當然是說很多利好政策在 包括例如醫保 或者鼓勵創新藥等等 甚至說他們的毛利率是四層之高 但是之前就是這些太高了 現在都要壓低它們 所以股值就沒有理由有這麼高的水平在 其實之前如果我們討論它們最近的歷史高位來計算 你說十年平均值是高於兩個標準差 在樓上的位置 就真的太貴了 所以當這一刻現階段這麼多明確的政策 不是說完全不扶持這個行業 但是是出現變數 最重要就是股值向下收拖的機會會比較大 所以我想你有石藥 我覺得未落到15元留下都不會考慮 甚至我覺得再穿之前低位15元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好啊 兩隻股份都不要這麼輕易就入貨住了 都要等一等才 另外有位朋友就是WhatsApp來 就是問3309希馬眼科 什麼位置入好 這一隻股份呢 看到它在低位突然不少上來 突然之間 是不是之前呢 昨天就是說 是不是北水也買得多多 這隻股份 想跟著北水 可能跟一陣 賺一點點 值不值得呢 我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老實我真的看不到什麼特別的原因 你說炒粉起碼適合 但是你說很多這類型的股份 熱炒完之後 由高位計算 都跌了不少 出現技術反彈 都不出奇 但是問題就是 都彈了不少 這些位置才去追 我覺得實在太危險了 而且近期來說 你看到一些資金 特別這類型股份 一旦流出起來 是可以見到恐怖 我未必說說它會有斬倉式 或者暴跌的狀況 但是你不排除有這個風險因素 我自己覺得這個直播率太不吸引了 而且你看圖表形態上面 基本上升是有 沒錯 很多人有北水追碰等等 你看成交金額上面 是有的 但問題就是近期你看到成交 又落到之前 可能你慢慢跌下來 那段階段的水平 所以你說股價會不會 最終慢慢地打互現影 落分4元以下 機會大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更加不會建議做任何買入部署 好 這隻都不建議買了 答多位家庭觀眾的提問 他就說自己有一隻合景太富的 我看到今天有些新聞就說有花一些票據去融資 但是利息一乎九里八 會不會對公司或者股價有什麼影響呢 一定是負面影響來的 但問題就是與其看這件負面影響 不如短線來說人民幣回升 這方面對於內房股來說 整體而言都是有幫助 有利好因素在 因為始終說 內房股沒錯 未來一定是一筆彈發債 整體的融資成本一定不用 現階段內地的流動性這麼緊張 特別說內地的政策 現階段就算釋放的流動性 都是集中幫助民企 中小企為主 而當中很多都說 是集中不去幫助那些房地產行業 對於房地產融資的監管上是比較嚴謹 所以他們發債一定是水平相對的比較高 而且發的很多都是說美元債等等為主 我又覺得自己看回 短線來說人民幣 細托有個回升趨勢 是有利於板塊 所以股價未必那麼發跌下來 但其實我覺得 如果後市有機會去到7元這些位置 甚至6.5元這些水平 其實我都建議減設 因為始終我覺得內房的跳空政策 或者人民幣跌這些負面因素 我想一時三刻應該不會有太大改變 好的 都回答了很多問題 Anno有沒有持有上述談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o 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